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 时代杂志引述一份2015年的统计资料 显示台湾1000万名工作人力当中 有72万人跑到对岸工作 其中不乏许多高学历的台湾中间人力 不只高端市场上的优秀人才 刚毕业的学生也都在中国大陆的狙击范围之内 在中国政府政策的引导之下 对台湾学子开出了到中国念书保障工作机会 这样的超大诱因 面对中国的磁吸效应 台湾的年轻人在国家认同与实际的面包之间 究竟该如何选择 台湾人才外流到中国 对两岸关系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 又是否会引爆另一波的台湾国安危机呢 那么海峡论坛今晚邀请的是 台湾践行科技大学教授严建发 以及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访问学者黄玉军 来为您探讨第二个话题 也就是有关台湾人才外流的这个情况 那么黄玉军先生我想先请教您 这个您怎么样看这个时代报导 这个杂志当中 他所提到这个人才外流的这个问题 在您看来台湾为什么留不住这个人才 我觉得这个核心议题 还是在于台湾经济发展的本身 它在目前的整个经济体上来说 有很多蓝领阶级的工作 不再存在 或者说一些蓝领工作的能力 有蓝领工作能力者在台湾找不到适当的工作 那到中国大陆工作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就是那边的薪水是远远高于台湾的 那像我自己有好几个朋友在中国大陆工作 那我的朋友我举一个例子 他大概在台湾工作了十几年 到了三十几岁的时候呢 已经升到公司的主管 然后自己在外面开公司 他做公关业的 那后来他就选择到中国大陆 那因为中国大陆的薪水 是对他来说薪水是涨了三四倍来看的 那这样子的问题就变成是非常现实的 就是很多人为了五斗米折腰 他宁愿到中国大陆的发展 他拿比较高的薪水 有比较好的生活 但是我们反过来看这个问题 就是他们到中国大陆去 第一个他能不能接受中国大陆式的民主 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 就是目前虽然我们外界不断的批评 中国大陆好像在人权民主上 跟我们有差异 但是中国大陆的人民 目前他们是能接受的 他们宁可有经济发展 这就是一般很多西方学者说的中式民主 就是让大家吃得饱 就是最民主的方式 那一般台湾人到那边 能不能接受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因为中国大陆 他的市场对于外汇是有管制的 那这些人一旦到中国大陆发展之后 他还能不能够未来搬回台湾 还是他就变成有点像移民到中国大陆去了 这是我们要发展的事情 那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这么多的人 尤其中产阶级到大陆去之后 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我看到是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就是台湾的人才被掏空 对于台湾未来的发展一定是有局限性的 那我们如果在发展有局限性的底下 那衍生出来就是我们经济的实力变弱了 那以后中国大陆要对付台湾的筹码就增加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可以用美国跟加拿大做一个例子 美国跟第一个加拿大的95%的人口住在离美国边境100英里以内 然后呢并且有很高成很高比例的高知识分子在美国工作 那我们以这个作为一个例子来看出来反应就是 他并没有改变加拿大人对于加拿大认同 或者是没有因此更认同美国 相反的人在异乡反而会让自己本身对于国家的支持 更做一个加深 这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同样的 台湾人到中国大陆去工作之后 反而会不会让凸显了自己的意识 台湾人的意识 台湾的认同 这是第二个我要观察的点 那延伸出来这个点就是说没有错 你或许到中国大陆工作会延伸会加强自己的意识 但是同样的你对于中国大陆的敌意或许会降低 所以有好有坏 坏的当然就是台湾整个国力变弱了 未来被中国大陆 如果中国大陆要统一台湾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那但是我们去了那边之后 我们跟他们的交流会不会变成一种软实力 让中国大陆的人看到台湾更喜欢 或者变成一种无形的一种保护伞 这个是我们比较希望看到发生的事情 是的那么严建发教授我也想请教您 就是台湾年轻人就是常常这个抱怨的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薪资的问题 还有一些这个工作环境的问题 可能是这个两个吸引他们到中国去工作的这个因素 不过两岸之间的竞争力的落差是否是越来越大 那么您分析这个当中的主要的原因还有哪些呢 这刚才顺着刚才黄教授的说法 其实因为这结构上就是中国过去 从2000年开始大规模开放 尤其2002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 它的那个磁吸效应越来越强 那台湾跟它之间因为语言相通以后 我们要融入的速度更快 其实我们看到香港例子也差不多 就是被磁吸进去了 那我们很多产业移到那里 很多移到那里人也跟着进去 当然就不会在台湾投资 减少台湾投资跟减少台湾消费 所以有些人就会讲嘛 是如果你要开同学会 可能在上海跟北京还比较快 那这意味着说更多人往那边集中 尤其精英 那台湾内部如果又没有产业升级 还有我们的教育 尤其我们英文又不够好 没办法吸引国际的新的这个产业进来 或者我们做好国际这个服务业 那当然一方面说你失血 可是血又补不进来 那这就是个问题 那当然有一部分过去 马政府时期 一直要把这个两岸高于外交 这个作为一个国家发展政策 所以让台湾在对外疏散的这个风险 也做得像比较少 同时对于开放国际社会进来台湾 这个基础工作也做得比较少一些 所以相对来我们的一些机会在流失 但我是认为这个现象大家有在反省 所以包括我们像南向政策 现在不是只是往东南移动 我们也鼓励东南亚或者南亚 像印度这边的人才进来台湾 所以我想这个也都在改变 尤其我们看到这一次 世大运拿了那么多金牌 就表示说年轻的一辈 其实能力在提升 那这个在结构转型过程里面的 一些暂时的这个现象 我认为可能很快会过去 我想至少我们必须要有这个信心 没有信心往下走的话 我们就看不到这个数换 好的 我们非常谢谢严教授 那么如果我在这个时间 把交还给这个交给博弈之前呢 我们先来听听几位这个 在台湾的研究生 还有这个大学毕业生 他们的想法怎么样看待 台湾的年轻人 或者是这个即将毕业的学生 要到中国去工作 这样的一些想法和看法 中国提供好的工作计划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考虑 但以身边的去实际去中国工作经验的话 我会觉得说 比较大的问题是在于工作环境 毕竟台湾跟中国 我们的社交环境不同 那文化也不同 那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是在于说 考量那个工作环境 那个文化是没有办法接受 以我来讲的话 我会觉得说 台湾年轻人要找工作 还是不是很困难 只是说 你有没有办法真的找到 很好很喜欢的工作 我会觉得说 因为毕竟我们是生长在台湾 那台湾有的就是自由 那如果你觉得在中国工作的环境不错的话 那你可以去 这就是我的自由 我们可以自由选择要不要过去 那如果你真的在那边工作之后 你觉得那边很棒 你可以接受 你想要住在那边的话 那你想当个中国人的话 也没关系啦 毕竟这就是你的选择 这没什么好提平的 以一个学生而言 我会选择去大陆工作 因为其实大陆很多各式各样的公司 而且如果你相较于台湾而言 你真的会觉得大陆机会多很多 所以我是会选择去大陆工作 对那在台湾的就业市场方面 我觉得台湾年轻人比较难找工作 第一点是因为如果你要求薪水高的话 可能人家会不选择你 那加上如果薪水比较低的话 可能台湾年轻人就会选择 那个继续找好了 所以就会导致 年轻人就是还一直 属于在大业中 对那最后一个问题是 有关两岸政治因素 最近 最近情况不太好的问题 那就我而言 我还是会选择去大陆工作 因为大陆在对台湾学生方面 还是蛮宽容的 所以就不考虑政治因素而言 我会选择去大陆工作 中国那边 他如果开比较优渥的薪水的话 我是可能会去想尝试 因为毕竟第一个我刚毕业 然后或是环境许可的话 是蛮想出国去试试看 那在出国这个情况下 那毕竟我们是讲中文嘛 那中国的话也是讲中文 那在那个沟通语言上面 比较不会有落差 因为可能也不是那么好 可以到可能其他澳洲这些国家这样子 那目前的话 在台湾找工作 其实我刚毕也在慢慢找慢慢找 那其实我发现工作难找 跟好找跟不好找 主要分两个 好找的话其实就像 就算不管你可能成绩不是那么好 在班上学不是那么有益的话 那其实最基本 其实现在很多服务业 或者是房中业 他们的门槛就没有那么高 那薪水是不错这样子 那如果需要一点专业知识 跟技术的话 那可能就是电子业 或者技术方面 好的 在清完了这几位台湾年轻人的想法之后 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 请博弈继续向两位来宾来提问博弈 好的 谢谢一华 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黄玉京先生 就是说您刚听到了这些 台湾的一些年轻学生们的心声之后 想请您分享一下您的看法 此外呢 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的 就是先前我们也分析过一个民调 那么这个问题其实最近也引发了台湾的一些讨论 就是在好像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呢 倾向于这个台湾认同 或者是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会上升 但是呢 在反而是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事实上最近有很多下民调也都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或者是说对于大陆的认同比较多的 这样的一个倾向呢 反而会比较多 那么这是一个好像蛮有趣的一个话 因为大家都觉得像现在民进党执政 那个大陆都很害怕 这个不管是文化台独也好了 这个天然独也好 但是目前看起来从民调来看 好像不是这个样子 这个问题要请教一下黄玉峻先生 首先我刚才听了三位在台湾的学生 那我觉得可以分成几个部分来讨论 第一个部分就是说好像目前台湾的年轻人 他把政治跟经济可以分开 就是说他或许不认同政治上中国大陆的政府 但是经济上他非常能够认同 他自己本身的一个利益 我觉得这或许就是未来两岸发展的一个核心 就是到底多少人会局限于在意识形态上 而多少人会在比较现实的在我们的经济的发展上 希望能够做一个妥协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我个人的观察就是 之前彭博社有一个报导 说高达百分之八成的中国大陆在美国留学生都选择第一选项是回到中国去工作 而不是留在美国来就业 那相同的这个相同的survey并没有做在台湾的留学生上 但是我用一个很小的sample 我周遭的不管是我在念大学的时候的同学 或者是研究所的同学 基本上大家的第一选项都是留在美国 没有人愿意回台湾就业 来做一个区隔的话 那就是中国大陆现在经济的发展 跟很多人到中国大陆去工作 已经高于文化跟语言 是一个全世界性的一个行为 我们不知道说这个这样子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情况之下 台湾能不能够避免在这个之外 所以看起来如果台湾未来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新的一个产业 就像我们在1980年代做了逐科高科技业 这样子一个大的一个产业去带动我们的经济的话 那人才外流的问题可能会越来越高 那接下来必须要讨论就是说 如果一开始大家是为了经济疫情到了中国大陆 那会不会因此去带动未来的一个政治上的议题 而不是一开始这两个问题能够切开 那我想回答您的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蔡英文政府执政这一年多来 好像中国人跟台湾人的认同的比例 开始有一点点的松动 就是自己是中国人的认同开始升高了 那我上次有点出来的三个原因 那第一个原因就是可能很多人对于民进党政府的执政的不认同 或是民进党政府在推动台独上并没有积极的成效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或许中国大陆目前有很多的一个在国际上面的一些表现 让大家因此对他认读度升高 那第三个我的猜测是说 是不是有可能是因为民进党跟独派的内斗 不过我想今天我提出第四个观点 也有很可能是在过去这一年多以来 跟国民党执政时期的相比的话 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不管很多的语言 或是各方面的政策是相对友善的 那在相对友善之下 大家可能觉得比较放心的情况下 可能台湾人的比例就升高 那现在我们回到的可能比较像是 中国大陆对台湾文攻武吓的一个时期 那会不会中国人的比例升高的原因 是因为很多人因此害怕 不愿意陷入战争 而有这样子的民调基础 这是我今天提出来一个新的观察指标 好的 谢谢黄玉军先生 那么也想请教这个问题 这个现象请教在台北的沿江发教授 我想分两点来讲 第一个就是有关认同 我刚看因为认同 这个要做长期的 至少我看到那个图 我看到70%是认同是台湾人 这已经相当高 就统计而言 你只要超出6成5 都是像稳定多数 所以我看 毕竟台湾是个多元社会 那现在很多陆配 大陆过来的 那他升了第二代 也认同就可能相怀不一样 跟着妈妈或什么 所以我想应该这不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稳定多数 70%已经相当高了 第二有关工作的问题 我想工作如果 今天去中国大陆 如果工作加上移民 是那么高 高医院那问题就很大 可是现在你看 几乎大多工作 很少说想要去那边移民的 如果说移民跟工作比例 是一样高的话 那台湾就真的有所谓的 国安危机 因为毕竟很多人想说 我去中国工作 也是个历练 中国毕竟是个国际大舞台 增加你的履历 所以包括有些年轻人问我说 要不去我都鼓励 可是你长期 可能没办法在那边生存 因为你发现 你的人生 事业生涯到最后 你可能要考虑长期性 你在那边可能不一定有空间 等你再回来台湾可能也没位置 所以如果当做一个过渡的 我觉得也是OK的 所以我想每个人在做选择不同的考量 但是我刚讲就是说 如果今天去那边是 工作跟移民 这两个加起来是那么高的话 那真的是个危机 可是目前我看没有这个迹象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同时我们的节目 也有剩下 大概最后两分钟的时间 可以提供两位来宾 各做一分钟的结论 我们是不是先请 华府的黄玉京先生 我们做一分钟的结论 黄先生请 我想今天我们很多主题 都围绕在这个经济 以及民主的发展上 两岸的不同 来做讨论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讨论 能更让我们认知到 两岸虽然在这两件事情上 还是有一些不一样 但是目前看起来 两岸的发展 也是能够在这两件事情上 有所交流 就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是 是不是台湾的民众 更多到大陆去工作之后 能够带动一些大陆 在民主人权上的发展 如果这个是我们未来 可以走的道路的话 那我相信两岸未来 可以有一个很和平的 一个共处的方式 好的 谢谢黄玉京先生 在台北的延见发教学 有十分钟 OK 中国常在讲说 发展是硬道理 我的看法是 民主跟人权才是硬道理 民主跟人权它不只是一个政治生活 它也是经济生活 我看台湾虽然说 在过去这个发展 我们有很多跌跌撞撞 可是你可以发现 台湾的发展还是均衡稳定的 至少当台湾人感觉 比较幸福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好事 当国际更多旅客来 很喜欢来台湾 就表示这个环境好 所以我觉得也不能 光单一个工作的机会 或者说经济指标去看而已 要全面性的长期线 来看这个问题 所以就这一点来讲 我认为 只要我们坚守的民主 法治 自由 这一条主线 我相信经济也好 非经济也好 往这边走 它就一个均衡的发展 我这一方面 我是看好台湾的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 跟分析 那么还有网友 在这个脸书 YouTube上面 非常热烈的参与 那么更感谢 透过中网新闻网 收听我们海峡论坛 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依华 好的我们感谢博弈 也感谢这个严建发教授 在这个台北中网 经文网联播室 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那么也感谢 黄玉军先生 来到海峡论坛的节目 参加我们的讨论 那么也谢谢听众 和观众朋友的这个参与 来宾和听众的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那么今天来不及 参加我们讨论的 听众观众朋友 还是可以收看 我们在脸书 还有YouTube上面的视频 并且提供留言 为我们来这个参考 那么明天这个 《时事大家谈》的节目 主持人许波 将带您关注中国 在十九大之前 加强军内整肃 习近平抓军权 还是要防政变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 节目将为您分析 也请您准时收看 下个星期天晚上九点 到十点的海峡论坛 我是李一华 敬代表美国之音 所有的工作同仁 以及台湾中广 新闻网的叶博弈 祝各位观众朋友 还有我们在YouTube 以及脸书上面的网友 晚安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